同学们大家好 接着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再来讲一点 Namespace命名空间相关的知识 打开上节课我们写的代码 我们之前把page,header,footer,content 都写在一起了 那在真正编写一个这样的代码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希望 把header,content,footer这样的组件 单独放到一个文件 或者多个文件里面去管理 而不是把页面的逻辑 和这些组件的逻辑都写在一起 这个时候啊 我就可以在src目录下 再去创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就把它起名叫做components.ts文件 那我可以在这里 再去创建一个命名空间 怎么做呢 一样的 Namespace这里面 我们写一个叫做components的命名空间 然后我们把header,content,footer 都剪切 粘贴到新的这个命名空间里面去 我们说如果这个命名空间里的header,content,footer 想要被外部使用的话 前面要加一个export关键词 这里面呢 我们都加一个export 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然后到page.ts里面 那我们再去想使用header,content,footer 怎么去用它呢 那命名空间它叫做components 所以最后它会生成一个 名字叫做components对应的全局变量 那么在page.ts里面 我们就可以使用components.header components.content和components.footer 写好了这段代码之后 我重新运行tsc 回车 OK 它会重新的帮助我们去编译对吧 那为了方便我这里用tsc-w 当文件做修改的时候 它就会重新的进行DevScript的编译 OK 写好了代码 我们一起到页面上来看一看 在页面上我们刷新 大家会看到它会报错说 components is not defined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可以看看打包生成的文件 page.ts里面 它只有home这样的一个命名空间 它并没有components 这个命名空间下的各种各样的组件 所以如果当我们把components拆递出来 再去想让页面能够正常的运行起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在index.html里面 再去引入 list目下的components.gs这个文件 然后回到页面上 我们再刷新就OK了 好 这样写是不是很麻烦了 我希望能够把多个这样的文件里的内容 最终打包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不需要在html里面去反复引入多个js文件 想做到这一点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我把dist目录先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关闭掉 这个刚才的ts文件 在index.html下 我呢先把components.js的引入干掉 然后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打开tsconfig.json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呢 有一个outfill这样的一个配置项 它的意思是呢 把所有的要输出的文件 concatenate 联合到一起去 生成一个单一的文件 去存储这些输出的文件 也就是说 把所有输出的文件 放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那我呢 现在把这个配置项打开 我把所有输出的文件呢 现在就放到build目录下的 叫做page.js 这一个文件里面去 就OK了 但是当你把这个page修改了之后呢 它下面会报一个错误 为什么呀 因为如果你想把所有输出的文件呀 都打包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它就不支持common.js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规范 它只支持amd或者什么呢 system这样的模块规范 那现在我这里呢 就把它变成一个amd的语法规范 然后保存一下 现在还是报错 其实呢 这是因为一个延迟啊 我可以关闭掉 我们再去打开 或者说你把编辑器啊 一会儿重新打开一下 它就不会报这个错误了 好 我重新看一下编辑器吧 OK 再打开tsconfig.json呢 它就不会报错了 然后我再重新运行一下tsc-w 大家看现在没有build目录啊 我回车 它会重新打包 然后打包的文件里面只有一个page.js文件 如果去看它 你会发现它会把components对应的内容 以及home对应的内容 都打包到这个page.js里面去 那么我在页面上直接引入这个page.js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再刷新 它说home is not defined 我们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啊 我们打开page.js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home OK index.hml里面 我们引入 这里就是一个build目录下的page.js了 对吧 最初的时候 我把文件都放到了dist这个目录下 现在实际上 我把这个文件放到了build目录下 那为了更直观一些 我这块还是做一个修改吧 我tsconfig.json 这块给它放到dist目录下的page.js里面去 然后呢我删除一下build目录 我重新做一次编译啊 清一下屏 tsc-w OK 我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会多一个dist目录 dist目录下会有page.js这个文件 那么这里呢 我就还是用dist目录下的page.js做一个保存 回到页面上我们刷新 OK header content footer都打印出来了 回过头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打开page.js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 它就使用components 但是呢 home现在它要用components 这个相互引用的关系 在代码里面 其实除非你看这种业务代码 就并不能直观的去表现出来 那其实写这种 比如说home命名空间 依赖components这个命名空间的时候 建议大家在上面去写一个依赖的声明 namespace之间相互引用的声明 该怎么去写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啊 三个反斜杠开头 后面呢 跟一个reference pass 等于 当前录下的components.ts 这样的一个语法 去写我们的代码 那意思就是 我home这个命名空间 是依赖于你components.ts 文件里面的这些东西的 这么去写呢 就可以在上面 让你更直观的看到 我这个文件 和其他文件之间的一个关系 写完了之后啊 我们保存 它会重新编译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去扩展了 命名空间之间 相互引用的一个方式 以及呢 如何把多个文件 打包到一个文件里 这样的type script里面 相关的配置 回过来啊 我们可以在命名空间里 去写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components里面 我还可以向外暴露什么呢 暴露这种interface的语法 user info 是叫user 它呢有一个name 必须是string类型 OK 我可以在这里 定义这样的一个interface 那么实际上 pitch.ts里面 你使用components.ts 命名空间的时候 你也可以使用 它里面的interface 怎么去写呢 你可以在这里定义一个 公有的属性 叫做user 它的类型呢 是components里面的user 它会自动作语法提示 它会自动作语法提示 那等于一个name 网号del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其实在这个命名空间里面 你还可以去写 子的命名空间 那我们怎么写 我们可以再导出一个子的命名空间 还是namespace OK 起个名字呢 叫做subcomponents 里面呢 你还可以继续去写 你想要导出的内容 比如说export class 比如说test ok 当我这么写完之后 大家可以打开我的浏览器 然后去找到components 这个命名空间 再去点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刚才的sub 好 发现找不到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 export name space subcomponents 保存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components 这个时候它就出来了 刚才我没有刷新了 但是subcomponents下面 你可以用到这个test 回车 你会发现 它是刚才我们声明的这个类 所以子命名空间 也可以通过这种语法去定义 你在子的命名空间里面 你也可以去写 其他的变量也好呀 类也好啊 接口也好啊 任何tapscript支持的这种语法 那关于命名空间 我觉得给大家讲解这么多内容 大家基本上在未来遇到这种语法的时候 就能够读得清楚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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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